平常我們是這樣一個視窗 但是如果說老師您有 比如說我們一般標準節目在進行有片頭 然後老師的講解 最後有片尾 其實像老師OB 那個我們的摩克斯 像大家都鼓勵老師錄摩克斯 學校都會有一個固定的片頭 你就可以把那個片頭做成一個什麼 做成一個場景 做成一個場景 那這個時候我可以打開一個東西叫做工作室模式 右手邊 就是我們開始錄製的下面 這個有點類似雙螢幕的概念 有沒有 變成兩個 兩個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比如說我是素德科大 我在這邊 有沒有 右手邊的 就是現在播出去的 左手邊的是我準備下一個要切換的 所以我如果左手邊這裡準備好了 我就按一下轉場 它會有個彈錄彈出 就切過去了 那我現在呢 就可以再換 好 比如說下一個是Ending的 就這邊再準備好 好 再轉場 有沒有就切過去了 好 它只錄右手邊的 只錄右手邊 可是你可以同時看到兩個場景 好 這樣子的話 這個叫做工作室模式 工作室 不管是雙螢幕或單螢幕都可以用 這樣您在操作上就有更方便的一個空間 當然其實它現在也支援就是所謂群組 這個群組就是資料夾的概念 我也可以把某些東西比如說是屬於片頭的 我就放在這個資料夾群組裡面 那我就眼睛的開關 好現在是那個片頭我就把群組的打開 然後老師講解的課程內容 我就做一個群組用眼睛去開關 可是這邊它的開關就沒有那個彈度彈出的效果 這樣子 所以OBS也可以類似這樣子 我們講的叫導播機 你今天要拿一個鏡頭 拿一個鏡頭 我就抓進來 抓進來這樣子